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丹蒙解说三国沙 这里是丹蒙老狗 马上就要到狗年了 但是狗年不是我的冰冰年 大家就不要催我买什么红内裤 红袜子之类的了 好吧 然后就是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恭喜发财 红包请拿来 好玩笑就到这里 咱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第一局第一局的标题是我就说是大卫 然后我给他打的被注是排序反面教材 这个排序反面教材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主体思路很正确非常好 就是但是呢 他出牌的排序有点问题 就不是很影响 好 这个是感谢这位玩家 二六区玩家 这个叫哥瑞 这位玩家的投稿 非常感谢 这边看一下选将啊 这边可以选贾许大嘴 玩杀嘴 好像很厉害 也可以选贾许吕布 四学贾许生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当然也可以选曹丕点尾了 有输出的曹丕还是非常厉害的 可以边杀人边收尸 滚雪球能力非常的强 我们看一下左四角选什么 不过他既然之前他取的标题是 我都说的是大位啊 那可能那就很有可能是选择曹丕点尾了 这边上来是决斗闪刷掉了 刷了个沙沙闪闪 可能想刷个装备吧 这边一号位 女萌直接手量啊 敦坑南 敦坑南出来的话 你肯定在杀杀一刀是不是 反正不杀也白杀 不杀也白不杀 也不会还手的对不对 这就是个沙包 也是吴国人的自习之笔 然后三号位放南蛮 之前我直播间有个说法就是 放放AOE跳步 很多吴国喜欢放AOE 你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 把魏国 把魏国A出来 然后 然后 激活魏国呢 还是把魏国A出来 葬送自己 葬送自己 直接忙乐下架 也没有去乐这个三血不卖的 感觉有点不像魏国了 其实这种局面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毕竟你吴国亮了个吕蒙的话 你吴国把其他魏国A出来 转移火力 就让其他人不去打吕蒙 这种思路也是可以的 我想到了 我真聪明 但是这边张飞表示不能忍 我不能让你绿萌蹲坑 好自己自己看一下三号位 打谁呢 继续打绿萌 我反正不能让你绿萌蹲坑 我就看不爽 我就看不怪你们这些蹲坑来 蹲到最后 躺着就赢了 我很不爽 给三号手牌了 那三号至少不是吴国 是个月音 这个吕蒙配周泰的话 说实话 没有啥乱用 主持角上轮跳了飞舞 这轮又跳飞鼠 实在是非常的跳 已经跳了一个 已经跳了两个身份了 那基本上就是卫群了 而且 其他人之基本上我给你标位了 因为群雄好像没有这么跳的 是不是 其实主持角现在的身份 已经挺明了 这回合其实气闪比较好 身份不要打得太明 明显下家黄游银马上要动了 你这个时候去 拉黄游银的嘲讽不大好 因为你是 怎么说呢 就是最好不要这么打 在别人马上要行动的时候 明显是个爆发回合 你去拉别人嘲讽 很有可能会遭殃 然后四号放AOE 国家亮了 灯爱也亮了 这时候我们果断肯定就要亮降了 因为放AOE的四号也有可能收回过 可能这就是主持角说的 我又觉得是大卫 我就要打得那么跳 其实我挺羡慕这种感觉对的玩家的 因为我的感觉一向都是反的 有些时候 还得反奶才行 这边其实翻吕蒙的作用不大 因为吕蒙反正他不输牌 你翻不翻他都一样 这点血其实可以考虑不卖 或者翻月音 这个国家难道还怕杀到队友吗 居然先吃了桃子再杀 这个桃子其实可以留一下的 因为槽皮都一血了 顿爱先顺了个武器 然后杀一刀 能不能死 顺到三血不卖的 肯定直接打了 不用担心是队友 然后再杀双枪 把大桥就很麻烦了 这国家卖血运气这么好了吗 我一记从来看不见桃子的呀 这边血液没有先去苦 导致后来就去不了苦了 场上已经没有血量比他高的了 这边先来埋 这就是我说的排序的问题了 如果不先吃桃子 是不是这个火攻就可以中了 对不对 这是我常说的 你出牌回合 总不可能自己打自己 把自己打死 然后来不及吃桃子吧 是不是 反正这个桃子肯定是能吃的 你为什么要先吃呢 很多玩家都是遇事不绝 先吃个桃子加压筋 其实这样是很影响自己的发挥的 这个排序很明显的问题 吃完桃子火攻发现没红桃了 这不是很尴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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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得良田在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阔敌 好铁锁 看下怎么杀到原因 带走收藏箱 带走收藏箱 这里的话 主持角感觉就是有点 太自信了 这种自信是我没有的 我不敢有 我这个时候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去翻收藏箱 因为我会考虑 如果万一收藏箱 不死怎么办 就是万一救回来了 国家是打不死收藏箱的 因为国家 他只是杀的话 是杀不收藏箱的 还是得 我会考虑的稍微久远一点 当然没有主持角这么自信 当然自信没有说不好 因为自信 一般就 人品就好 我不自信 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 打得比较怂 会考虑的比较久 然后 然后 因为这种 考虑的比较久 然后输了的局也有 然后 经常弹幕就会说我 这怪你 不应该怎么样 早 早怎么打 早死了 其实 怎么打 都有可能赢 或者都可能输 都不好说 因为毕竟没有人可以看 看听全场的武将和全场的牌 是不是 甚至还能看听牌队的牌 我反正做不到啊 最后一局 这边是强制选将了 感谢这位 一区的玩家 我估计呢 一区的玩家 叫做福尔摩 诶 哇 这个 啊 在这 感谢这一区玩家 叫福尔摩 所有观众的 我有投稿 非常感谢 看一下张润马腾 能不能 能不能蹭个车什么的 毕竟这个确实 单挑的话 就一匹减一马 没啥用 一号位直接挂装备过了 装备是挺羡慕的 这么多 二号位连南蛮都没放 好 增机首量 增机首量 主将 难道是邓爱吗 因为卫国 没有其他 其他 其他的女性了 是不是 这个鱼籍是一个特别耐操的 鱼籍登陆国战还是经过削弱过的 如果削弱的也算比较合理吧 因为如果不削弱的话就太变态了 这个典位 那可能就是他自己体位有问题了 看一下这个体位会不会最后害了他吧 好 暗将下架 跳群 这个 这个之前 LLE都扔了 南蛮都扔了 就不像魏国 4号怎么动 4号 4号 这个过猜基本上就跳名群了 再有两个群雄的情况下 这个人已经跳名群了 还去猜卫国 这个基本上就跳名群了 就90%的群 10%的鼠 这么弱逼的鼠国 我觉得不大可能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名群了 这个时候就可能就要考虑到野的问题了 因为还有一个2号 非位和一个7号 我们主持角 到自己回合的话应该要亮将了 书背 竟敢伤我 神速 两个神速应该死不了 两个坏 鱼籍还是很耐操的 看一下主持角都会不会让将吧 拿了个一代劳 拿了个一代劳 没有亮将 没有亮将去跳飞 去跳群雄 在已经有两个暗将 民群的情况下 这种行为 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 因为很有可能就野了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野了 好的 好像已经要野了的样子 你现在只能希望4号位 是那个10%的鼠国了 不来的话 不来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主持角 导致了自己野 本来可以上车 然后强制下车 这个群雄还挺强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 分析一下吧 主持角当时可能是这么想的 我当任不能亮是不是 我马腾亮了 坐飞盒也不能发工资 不能给暗将两个群雄发工资 是亏的 所以就直接不亮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可以考虑亮个马腾不发工资 等着下轮发工资 因为很多时候车位 比你武将暴露更重要 我做过很多就是防野的动作 就算就算你把队友都害死了 你也得乘上这辆车 这是我 这是我的信条 因为大国很多时候是 虽然都是斯维斯 但是大国是同一国的 然后同盟国的话 毕竟不是同一国 他们心是不那么齐的 总会想着防这防那 我们先看一下 这局能不能就是一个野人 张润老板能不能有发挥吧 耗掉两还有两个换 帷幕白冰了 他其实想骗一个换 骗不出来 这边给自己发工资很寂寞 一个顺一个过拆 一个顺手 骗掉他的两个换 然后呢 没骗掉 没骗出来 然后杀一刀 看一下换不换 不换 不换就 送你走 不换你就没得换了 这个时候还是挺劣势的 群雄还是有个画图 还是比较难打死的 不过能打死 能穿掉一个鱼疾 已经是很不错了 不难的话群雄真的没得打 群雄太强了 看接下来怎么打 保护老板 刘散感觉好像是 这局要靠张润来穿心打了 就把群雄一个一个全穿了 没下猴渊 直接直接神速 也不叛冰凉了 这个时候赶紧打死画图 才是最关键的 然后这里拆掉情灵弓 直接杀了 这个时候不要去穿心了 再拖下去 这个时候只能堵群雄没桃子了 再拖下去也没什么用 而且填封最关键的是离线了 最关键的是填封离线了 有可能桃子就在填封身上 然后填封离线了 所以华佗死了 因为穿心并不是一定会掉血的 如果华佗选择把移除副将 他并不会造成任何掉血的结果 并不会有任何的掉血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不穿心比较好 这局还是得感谢填封离线 不然这个华佗救回来了 一个横针又死不了了 就真的没法打了 所以能蹭上车还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车上会不会有填封这样的离线怪 就不知道了 现在离线还是很普遍的 毕竟手机玩家比较多 我看我直播的时候也问过 就是手机玩家多吗 他们都说是是是 因为手机玩方便 其实我是不建议用手机玩的 因为 说不好就是一个电话接来就离线了 这个万键压群熊的同时 去坑一下小胖的血线 这个时候就考虑怎么赢了 群熊已经被就是大群已经被打掉了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赢了 就我们赢的最大的阻碍就是那个小胖 因为我们打不动小胖 但是小胖被我们这个一个万键直接坑死了 这就非常好的结果 这个局面就是跟之前上一局那个绑架的局就很像了 对不对 可能我说算视频了 因为我的三个视频是一起做的 和之前 那个曹丕 邓爱曹丕 是那个吧 就非常像了 绑架 绑架夏侯渊 然后 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打两个残血的群熊 刚才这一刀应该是继续杀贾雪的 因为上一回合杀的是贾雪 贾雪已经没闪了 这回合去杀张角的话 纯属就是 打错了好吧 这个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的 我也希望你们多投稿一些高质量或者 娱乐性比较强的 视频啊 因为你们老吹跟吹视频的话 说实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 审核的话 就是视频全都删掉 审核到最后 就没有视频可以用 这三期视频的录像还是审核的 就是稍微 就是失误没有那么多的 录像 这局 最后的 就万箭比较关键吧 也算是神抽了 就是 这局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就是告诉我们该上车的时候 一定要上车 不要去考虑一两个技能的得失 而失去了上车的机会 上车才是怎么最关键的一点 躺着也要上车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投稿 这个是 投稿邮箱 大家多多的投稿 非常欢迎大家的投稿 无论是打的比较好的 还是比较娱乐的 就是观赏性比较好的 录像都可以投稿给我 视频已经在做了 我呆哥哥骗过你们了吗 最后再求一波分享和 收藏 最后再 就是 还是那么一点就是 谢谢大家 再见